这个会开花的核花酥做起来有多简单 跟着我学,一定能学会 我们先来做水油皮 把这些材料混合 像搓衣服一样搓成光滑的面团 直到能扯出薄膜 再一分为二 其中一份加色素调成粉色 然后给它们盖上保鲜膜 松弛一个小时 油酥的部分用面粉和猪油混合 揉到没有颗粒 一样做成粉白两种颜色 盖上保鲜膜放一边待用 用等待的时间来做个核花酥的内馅 屏幕上的这些材料统统倒进碗里 混合均匀搓成小丸子 把松弛好的油皮和油酥擀成长条 分成小剂子 油皮包上相应颜色的油酥 这里用到的手法是小包酥 它会有一点麻烦 但是做出来的点心更精细 把两种颜色的面团分别擀薄 然后再卷起来 卷起来之后需要再松弛15分钟 然后进行第二次擀肠 卷起 然后继续松弛15分钟 把两边往里折 然后擀平 粉皮包白皮 再包滤芯 这个顺序可不能错 收口朝下 用一把薄一点的小刀 表面划三刀 做出花瓣的形状 就可以丢进烤箱 静待花开 这个配方能做9个荷花酥 夏天常温可以放一周 冬季两周 是一款非常精致 送人倍有面的小甜点 大家记得点赞搜索 慢慢看